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台北的五指山 桃园煮孤山 新北市平林都下雪了 而海拔更高的荷欢山 积雪甚至超过了30公分 成了名副其实的白色世界 海拔不到700公尺的台北五指山 周六晚间11点半开始飘雪 下了一夜成了阴白世界 从被白雪覆盖的五指山眺望101 这样的景致真的是难得一见 超强寒流发威 许多低海拔山区都下雪 新北市平林也一夜白了头 茶园被白雪覆盖 到了白天 雪还是下个不停 当地民众表示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雪 在往南走 桃园市龙潭海拔才390公尺的乳孤山 清晨也降下瑞雪 茶园也成了一片银白色 这边乳孤山海拔大概400公尺 大概在五六点凌晨的时候开始下 飘大雪 然后我们这边在这边10年了 我们这边是第一家10年了 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 真的看到大家很兴奋 甚至桃园扬梅海拔才200公尺左右的山东社区也下了雪 让当地住户觉得不可思议 低海拔都下雪了 海拔更高的桃园拉拉山 积雪超过10公分 巴林派出所前的车辆上面已经是厚厚一层雪 警方也在下巴林游客中心进行交通管制 另外还有苗栗的仙山 大湖 陆场这些低海拔的地区 也陆续降下瑞雪 民众玩得不亦乐乎 哇 太美了 第一次 58岁看到第一次雪 来到中恒和幻山游客中心 积雪已经超过30公分 台14甲县还必须出动铲雪车来清理积雪的路面 另外位在嘉义的阿里山也降雪 森林铁路的铁轨上铺着一层白雪 日式建筑和树梢也都被白雪覆盖 阿里山几个知名景点在雪景衬托下显得更浪漫 再往南走 来到南恒公路 全台最高的派出所 还把2312公尺的台东关山分局向阳派出所 也是银白色的世界 景源还开心在引擎盖上写下下雪了留作纪念 台湾从北到南不少地方都因为这一波超级寒流发威而下雪 出现难得一见的雪国世界 记者综合报道 寒流发威 全台许多地方都下雪 昨天下午连台北气象站都观测到了冰线 是台北设站120年来首度出现固态降水 桃园火车站前飘下一点一点的冰珠 虽然还没冷到零度以下 雨水在空中结冰 形成冰线掉下来 小朋友还以为是下雪 超兴奋 不止桃园 新竹市区 台北车站 都有民众拍到下冰线的画面 寒流发威 从温度分布图来看 台湾已经变成蓝色地瓜 清晨平地低温新竹只有2.8度 淡水板桥3.8度 台北4度也创1972年以来的新低 不止平地低温破纪录 许多山区也都下雪了 阳明山安部负3.1度 创设站最低 朱子湖 新乌苏澳也都是历史最冷 板桥跟无期彭家宇是历史第二低温 而且最冷的时间还没过去 周日的晚间到周一清晨 各地温度还会更低 今天到明天清晨都还是温度最低的时候 那么包含中部以北 东北部的低温都是3到5度 南部地区6到7度 滑东地区9到10度 降雨方面气象局表示 雨已经由北到南慢慢趋缓了 到周一直升东半部及北部山区 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稻晴的干冷天气 各地还要看到下雪或是下冰线的机会 已经不高 记得台北桃园综合报道 最强寒流报道 入夜之后温度一直掉 在水气充足之下 阳明山也下雪 许多民众纷纷上山 一睹阳明山的银白世界 开心堆雪人 还有人抓起地上的雪 开始打雪仗 民众看到台北市下雪都好激动 纷纷拿起相机 记录下这难得的一刻 很开心啊 除了没有花靴以外 52岁了 我记得应该是小时候 1969年吧 前后啦 我大概是五岁的时候 大概有下冬纷大一次 最强的寒流报道 入夜之后温度是一直降 在水气充足之下 雪也越降越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 昭明山小油坑的观景平台 不论是在地上还是四周 都积满了一层厚厚的雪 昭明山一夕之间 变成了银色世界 整个山头覆盖上白白的雪 不少人周六就上山等雪 有民众带着宠物一起上山 还有人直接睡车上 即使冷到让人直发抖 大家还是全身包紧紧 开心玩雪 昨天晚上九点就住在这里 然后睡车上 然后晚上很冷 可是昨天晚上还下 下点雪而已 雪没有很大 然后今天早上就是一楼起来 就发现整个小油坑 都被雪给封起来 我穿很多 然后我里面穿了四五件吧 然后裤子都穿 就是也是穿超厚的 由于昭明山积雪 已经至少两公分厚 台北市警察局也宣布 周日凌晨五点开始 从阳津公路9K 往阳明山 湖山路 以及阳津公路口 扩大管制的范围 所有车辆必须加装雪链 才能上山 民众上山一定要小心慢行 记者五位 刘翰林特区报道 入冬以来最强寒流来袭 全台湾笼罩在低温当中 也导致了肺炎 心肌梗塞等重症病患 比寒流前增加了一倍 各地都传出 因为天气太冷猝死的案例 根据各县市消防局的统计 目前有超过了四十起 提醒大家 外出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天气冷嗖嗖 医院的急诊室忙不停 患者暴增 像是上呼吸道感染 重感冒的病患 或者是吸血管疾病 脑中风的患者 至少多出了一成 根据各县市消防局统计 这一波寒流到目前为止 因为天冷导致慢性病发作 到院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的案例 全台超过四十起 在嘉义也发生了一起疑似低温猝死的个案 一名五十八岁的男子 开车冲进了嘉南大墩 但是大墩的水位并没有高到驾驶座 因此警方推测 有可能是湿温至此 而这一波寒流让南台湾也出现了 罕见十度以下的低温 让很多人冷到不想出门 不过在台南有善心人士 主动募集二手衣 免费提供街友遇寒 高雄上午也有一场寒冬送暖活动 集结了食物以及生活用品免费送给弱势朋友 更发放了三百元的红包 希望在寒冬中传递温暖 记者综合报道 在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一样都是报道 寒流发威 全台激动 民众是开心追雪 但是农余业却是损伤才重 而自由时报的头条则是说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梅建华做他的转访 看完了报纸头条 接着再来关心 国民党主席改选 外界关心副总统吴敦毅是否会参选 吴敦毅表示 今明两天就会知道了 国民党主席改选25 26号两天领表 副总统吴敦毅24号下午 出席向阳公益基金会活动时 被问到是否会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所指的没有动摇 到底指的是要选还是不选 媒体等吴敦毅致辞完离场时再度追问 吴敦毅说希望有中壮世代承担这个责任 保有国民党的基本核心路线与价值 我希望能够让中壮世代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 而且保有中国国民党 爱国家 敬爱百姓 最忠道 最有包容的基本的核心路线跟价值 能够在挫败当中团结一致 坚定信心再能重新争取人民的信任 基于我这些主张 你们应该晓得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决定 不过吴敦毅的说法还是没有说明白 他是否参选 目前已经表态参选的 包括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以及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吴敦毅是否成为国民党主席选举第三位参选人 就看他的最后决定 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的卸票之旅 昨天是来到了中部 一天之内走遍了台中 彰化 南投 以及苗栗等四个县市 在南投 由于民进党两席立委全军覆没 有民众就要求在南投设立总统办公室 蔡英文回应会常常回南投 执政不分蓝绿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 谢票之旅下午来到南投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不过这次选举 南投两席立委全军覆没 当了三届部分区的民进党立委蔡王郎 当着蔡英文的面 要求两席部分区立委 要任养照顾南投县 还有民众当上喊话 要求蔡英文在南投设立总统办公室 这次总统选举民进党在南投 虽然没有拿下立委席次 但总统得票率五成二 创下民进党在当地有史以来最高的得票率 蔡英文向战友喊话 希望陆选立委一起打拼 也强调执政不分蓝绿 希望透过区域合作 把中章头苗建设起来 蔡英文的卸票行程一整天都在中部 除了再三强调谦卑与纪律的原则 也承诺会加强沟通 希望透过政策回应 中央地方一起把台湾的生育率拉上来 记者黄雄鹏万群南投报导 中国大陆受到了寒潮侵袭 林渡县也难移到了福建中部 江南地区出现了难得的大雪 但是这也让交通受阻 从昨天24号开始 一连40天的春运备受考验 第一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打滑 为了闪避 后面的第二台车也打滑 撞上了护栏 各地下雪路面结冰 让中国江南是交通大乱 领土线南移到福建中部 江南各地都在冰点以下 时隔多年再下大雪 也引起民众赏雪的兴致 我觉得太惊喜了 其实第一次在热山看到这么大的雪 不过要赶着回乡 碰上寒潮就是个大考验 一连40天的春运展开 29.1亿人次要透过海陆空运回家过年 凌晨北京低温创30年新低 第一天就有600万人 在寒风中挤上火车 陆运交通防寒大作战 空中交通也要机动调度 机场跑到机冰机雪的状况不断出现 得暂时关闭除冰 班机要怎么转降 机场也得写好应变剧本 所信中国官方预报 这波寒潮影响只有三天 部分北方城市的气温已经逐渐回暖 到2月2号春运的最高峰 应该不至于再有风雪来搅局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暴风雪来袭 11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8死 大多是因为车祸意外 另外纽约也罕见地发布了旅行禁令 球赛跟表演都暂停或是延期举行 被媒体封为库斯拉等级的暴风雪 在美国20周发威 全美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 罕见发布旅行禁令 关闭道路 桥梁 隧道跟地铁 繁华的纽约街头顿时冷冷清清 时报广场上也只剩直勤的警车 纽约三大国际机场 全面停摆 超过一万架次航班取消 纽约全市餐厅歇业 百老汇也停止营业 当地上一次席灯是在2012年 遭到三敌飓风重创之后 大风雪也迫使NBA跟冰球比赛更改赛程 这波暴风雪打乱全美8500万人的生活 从国际太空站拍到的画面清楚显示 美国有大范围地区 笼罩在暴风雪中 隔地积雪从15公分到超过一公尺都有 湿滑的路面造成车祸频传 光是维吉尼亚州 就有近千起交通事故报案记录 还有用路人因为道路封闭 被困在车上过夜 至少20万户停电 不过也有民众苦衷作乐 在费城博物馆的阶梯上大玩雪橇 另外华府国家动物园的猫熊天天 在雪地上开心打滚的影片 帮无法出门只能在家上网的民众姐们 点阅率一下子就超过2800万次 记者陈秋梅报道 镜头再转回国内 寒流来袭 台湾各地都创销了入冬的最新低温记录 今年是强盛一年 去年底到年初暖冬现象明显 不过现在却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罕见低温 各地都下起了雪来 而未来会不会经常降雪 雪者的看法保留 不到600公尺的山区也飘起雪来 北部地区早温度都低于5度 函见的低温降雪天气 让民众非常兴奋 但在去年底到年初 气象专家们说 今年是超强盛一年 暖冬趋势明显 但没想到不久后 北极震荡的天气系统 环绕在北极的疾风喷流 关不住北极的寒流 让冷空气大举南下 原本极少受到影响的雅勒带台湾 从暖冬变寒冬 除了受到北极震荡影响 台湾这一波霸王寒流 还加上原本在蒙古上空 3000公尺高的冷空气 跟一小部分来自更北方高空的空气 为新竹平地创下了半世纪来的低温季度2.8度 山区纷纷下起雪 长期研究气候变迁的学者认为 全球暖化的趋势下有研究指出 中高纬度地区可能出现夏天更热 冬天更冷的现象 但台湾这一次遭遇的超强寒流 确实是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根据统计台湾每2到3年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 但平地温度低于5度较罕见 至于未来是否会成为常态 学者认为几率不大 但也很难说 记者陈淑君彭尿组台北报道 超级寒流 全台湾的高山都下起了白雪 高雄港边以及屏东的小流愁 海面上也冒起了白雾这样的特殊景象 仿佛就像是仙境一般 超强寒流来袭 南部地区出现难得的低温 高雄港边以及屏东小琉球的海面上 出现了雾蒙蒙的特殊景象 让小琉球仿佛成了仙岛 船只行走在海上 就像是进入仙境一般 让民众直呼很特别 有可能是因为海水温度高 遇到冷空气所产生的水雾气 虽然南部盼不到雪景 也别有一番景致 不过台南清晨4点多的一阵强风 却把大家吓坏了 诺大的招牌硬身倒下 就在马路上 还好当时没有民众经过 那今天以台南地区来讲 观测到最强的风力 是在今天的四五点左右 那平均风有到六级 阵风有到达十级的这样的强度 不只招牌 夜市广场上已经搭建好的帆布 也被吹得七零八落 没了遮雨的棚子 摊贩们只好就近找地点 摆起零食摊 才能够勉强做生意 为了避免再次刮起强风 帆布广告也赶紧撤下 免得不小心伤到人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问通 我们就来学学 寒流要怎么比呢 先比出寒冷的样子 加上气流移动 寒流 那其实寒流这个词 并没有标准的手语比法 刚刚教的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接着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要提醒您 过年就快到了 大鱼大肉吃太多 小心年后胖了一拳 Everett Stoney is a coward he is a traitor and he has betrayed his country the man who leaked details of a secret telephone and internet surveillance program in the USA has disappeared in Hong Kong this is the most serious hemorrhaging of legitimate American secrets in the history of my country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were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nd you knew there was an individual out there who was about to expose evidence that you had committed serious crimes and you had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to stop this person even if it meant using lethal force what would you do the idea that could somehow evade the US for very much longer seemed inconceivable to us and every time we interviewed him we thought well that's the last time we'll see him 欢迎回到修宇新闻的现场 再过一个多礼拜 就要过年了 而郭静淑 最新的调查发现到 传统年菜的热量很高 如果不忌口 天天都大鱼大肉 九天的廉价下来 恐怕体重会增加个2.9公斤 影响到了身体健康 马上就要过年了 不少民众全家围炉团圆时 会准备佛跳墙 蹄膀米糕等传统年菜 不过这些大多是 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 如果过年期间 天天吃大鱼大肉 九天年假下来 体重恐怕会增加2.9公斤 得要从台北快走到屏东才能受回来 每天吃一顿这个传统的大餐的年菜的话 那可能就是体重就会增加 那需要从这个台北走到屏东才能够 走了400公里才能够消耗掉这样的一个这个热量 国建署调查发现传统年菜中又以笋干原体热量最高 一份1600公克就将近有6000大卡的热量 其次是麻油松柏米糕 以及日式猪肋排蛋蛋锅 热量也都超过3000大卡 真品佛跳墙的热量则是高达2900大卡 此外调查还发现 光是去年就有超过三成民众 过年期间不忌口 平均发胖1.7公斤 恐怕影响健康 肥胖它跟其实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有关 包含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 那还有代谢症候群 其实都跟肥胖息息相关 国建署再次提醒民众 年菜尽量以少油少盐少糖为原则 多吃新鲜蔬果取代加工食品 尤其是三高患者 千万不要大吃大喝 还要保持适当运动 聪明吃快乐动 天天量体重 才能健康过好年 记者来说明讲龙翔台湾报道 而保导手偷偷单元 这个礼拜我们来学学 抖六的手语有哪些笔法 抖六 可以直接笔抖跟六的手语 或者是笔抖 或者是笔抖 然后用听人习惯的六 抖六 第三种笔法 六往下弯食指 抖六 还有六然后手往外甩 这也是抖六的笔法 抖六的手语有四种 它的由来是什么呢 第一种 抖六是直接照字面上来比 第二种 抖六这个六的手语 是为了方便起见 一般听人 大家都是这样比数字 六 所以就用这个六 比抖六 另外 六往下弯食指 这个是老一辈龙人的手语 把它保留下来 抖六 而六往外甩 这个手语的由来是 为了好笔 抖没有笔出来 直接用六 加上地方 笔块就成了六 在甩手的动作了 刚才我们看到了 光是抖六就有四种笔法 所以一个地方 不一定只有一个手语 多看多学 才可以增广见闻哦 接着我们就来关心天气 今天的天气会转为干冷 各地降雪的几率已经不高了 至于气温方面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详细资料 感谢观看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书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巨大的工业区 包围着大林浦聚落 成为环境污染的牺牲边陲 病痛 死亡 让居民愤怒抗争 不愿故乡再现命运的杯歌 今天晚间十点公式五德岛为您播出大林浦菲歌 安德烈播剧里天类电影院 收入多首历代电影经典 以及票房歌剧名曲 亚洲豪华盘特别珍藏 与莫尔卫合唱的电影名曲 英伦情人 捐款一千元 或者安德烈播剧里天类电影院 亚洲豪华盘CD一套 详情请扫描QR Code 公式网站 亚洲豪博0226332000转酒 可能裙子都被你弄伤了 灿烂时光 请锁定公共电视